美国第46任总统Donald Trump 已经在昨天正式入主白空 也发表了他的非常精彩的就职演说 我们都对他上任以后中心政策 比如说是减税 还有增加就业机会 还有美国的国土保护的政策 都是辽记在心 我们要看他的政绩表现 而前任的总统民主党的奥巴马 也在1月15号 马丁路德假日那一天的晚上 做了一个声泪俱下 非常感人的离职演说 他这个演说中也依依不舍地交出了政权 而美国人民对于Donald Trump 他在竞选时候的这些排除众议 口不遮拦 并且他为所欲言的这个行动一直延续到现在 同时大家也很注重他的policy 能不能在参议院众议选的支持之下 能够做到几分 尤其是在11月8号 他已经当选了美国后任总统之后 造成美国的三大指数 道琼斯纳什达克还有标普500都上涨了10%左右 这个是在他力争美国保护政策的一个好的影响之下 那再看一下自从2017年1月一直到现在标普500上涨0.3% 道琼斯是平盘上涨了123点 纳什达克上涨了3.5% 这么庞大的这么快速的上涨到底在后面支撑是虚的还是实的 我们来看几个经济数字 比如说GDP现在是2.5% 但是如果加上大家预期Donald Trump他会实施整个的重大措施的执行等等 或者是把很多海外的生意移回美国降低税率 可能会增加GDP另外2个百分点 然后就业人数他也是在自从他当选了以后 一直到1月份他都跟矽谷弯曲 还有跟外国的很多大的企业的CEO在谈话 希望他们能够帮助美国的就业机会 能够增加100万人次 那这些数字都可以削减了利息上涨的负面的影响 总而言之在1月份的表现 刚才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 如果说是共和党当选总统以后 在他就任后的两三个月股票下跌2.5%左右 这个是历史上的确是有发生过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发生也不足为奇 那么我们再看看他在任命他的这些人选内阁的阁员 不管是在能源部长交通部长或者是国务卿 甚至是像FBI的或者是CIA的这些头子 现在正在接受参议院的一些hearing正在进行之中 所谓大家在华尔街里面有一句名言 就是What goes to January It probably will go through the entire year 那这种惯例呢 只有在2014年还有2016年打破了两次 就是1月份的股市成绩不好 但是在年底的成绩还蛮好的 就譬如我们刚刚过掉的2016年 在Trump他的带领之下 他强调的这些sector 大家要详加注意的是财务股 还有工业股 还有basic material的股票 对于能源股方面 还有对于健保股方面 大家要格外的留意 这个就是以上我的观察 现在休息一下 进段工商资讯 继续进行我们下半场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